共識預組 那早上NCHAR孝心有講到說 其實做這個預組是為了要 就是達成我們共識快速 那共識快速其實我們希望就是說 共識機制可不可以 公共議題可不可以透過一個共識的機制 來進行討論 然後最後看能產生一些結果 或是一些可行的方法 那這個機制呢 我們也要用共識的方式來討論 所以說第一階段我們不用很簡單的用 叫做Polist來決定 那可以大家 我們這邊有弄了一個Polist 就是網址是bit.ly slash那個precute 那這邊可以 這邊可以你去summit一些意見 然後 然後呢 譬如說你覺得這個機制應該要怎麼樣 這個共識的機制應該你有什麼意見啊 就可以歡迎大家來summit 那像你summit完之後 其實你可以看到別人的一些東西 譬如說 小天剛剛有講說 我覺得議題要拆解成細項來討論 才更有機會達成共識 那你可以這樣贊成反對或是略過不決定 我贊成 大概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的一些 零零 那你可以OK 然後 那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有 這邊有發一些東西 那 歡迎大家來summit 那我們 額外我們還有開了tithub 那tithub我們有 混混之後會放一些東西上去 那我們目前放了就是 這些我們公司御主的東西 那還有一個reading list 那reading list 其實我們有蒐集 之前就有蒐集一些 關於之前有沒有一些人討論一些共識的一些東西 那還有一些關於區塊鏈 因為我們 我們 我們這個公司快速的討論群組 討論到 討論到一定什麼關係 欸 搞不好區塊鏈 可以達到我們要的問題 所以說 裡面也有些關於區塊鏈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 台下教授老師去控制一些東西 那歡迎大家來看 有些東西蠻硬的 大概是這樣 那 這邊Arma有做了一個非常棒的UI 就是說 因為 這邊 這邊其實他是贊成反對跟決定 就是他 剛剛有電我一個非常棒的方式 然後我來選擇這個東西 你要電我嗎 好 大家好 然後 這個 這個另外在我們 第13次 黑客送的時候 我跟孝先生討論過 然後 天天界的這個機會把它做出來 然後 那時候我想說 就是透過 透過這種選單的方式 來達成 GinniV裡面的議題 或是專案 想要呈現給 就是有點 它有點像是一個 跟 跟 一般開端的橋樑 就是 我可能會開一個 類似後台的東西 讓 讓那個 就是想要貢獻 想要讓 有議題有正反兩方的 就是 二分法的議題 讓 讓 那些 想要提出這些議題的人 在後台呈現 然後 再把它投到前台 類似像聽的方式來決定 比方說 要不要蓋亞洲西谷 我們就可以 透過這個 方式來 讓一般民眾來決定 到底要蓋 是不是蓋 那我們就可以大概知道 分 把這些群眾分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 進一步做 這些東西的討論 然後 要不要挖坑 沒有人要不要取這句 好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 只是 分 其實這都是我們可以決定的 就是 我們下一步的互動方式 其實沒有硬性規避 就是看 大家希望我們怎麼做 我們都可以 用 runch的方式 繼續把它做出來 這樣子 對 然後 就是有設計師 或是 大家想要的影響法 都可以歡迎討論 謝謝 好 謝謝 那GDIO下一位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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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鐘